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杰米 全美的房价现在都在往上涨 有很多的小伙伴们 问我们还应不应该投资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有三个因素 决定了房产,投资会保虑 第一个是房价 我们都知道房价在北京都往上涨 这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第二个就是债款利率 利率还处在历史的最低水平 这是一个利好的因素 第三个就是租金 所以呢,我们今天想从租金的角度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租房市场上都发生了什么 在进入正确前呢 请大家在下三秒钟的时间 用许多点赞和关注 那我们会认真地提到 我们的许多质量 加了更多更丰富的内容 好了,让我们进入正确的地方 首先呢,来看一下 我们先给这个事实在上的顺序 从以后呢 租金的租金都呈下了 大量的租金 租金呢 超过了2%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租金以上月相比 就超过1% 而2021年的5月份和6月份的 那些本来想用低手术贷款 而购买房屋的人呢 这样的买家呢 几乎是抢不到房子 从而租金 选择租房子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于打鸡苗的人的比例呢 越来越多 很多人觉得 这个时候搬家也安全的 从而租房需求保证 也就是同标 我们再来比较普通 房子最新最新的上涨的形式 从标语刀看呢 比较小优租房子 多房子 有两个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三种房子中 房子有大 越显成出了 最大的上涨形式 其中二级市的房子 其中的六月项目 房子上涨了 百分之十三十六 达到了他们 其中一项最多的 最高水平 在中国的大游戏 有九十五二级市 而最受欢迎的是 三十十六 好了 我们再来说一说 我们目前租自己的房子 或者帮朋友 租他们出租房的 一些当地的现象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 越来越多外州居民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或者退休的原因 来佛罗里达定居 因为他们更喜欢 佛罗里达的天气 和没有周税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趋势呢 在疫情以前 就已经存在了 根据2019年 U号的数据 U号呢 是一家搬家 租车公司 他们呢 有一手的搬家 迁徙数据 2019年呢 佛州就已经被他们评为 增长最快 最长的州 2020年的疫情 由于州政府呢 对小企业的友好政策 更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州公司 和商业的机会 来到佛罗里达 比如 今天7月 迪斯尼呢 就宣布将2000多个集团的岗位 从加州 签到佛州 这些呢 都是高收入的管理岗位 这也将为迪斯尼带来5.8亿美元的税收补贴 这也就是我们在租房过程中发现超过一半的申请者来自外州 其次这些外州的迁徙居民和当地居民竞争 导致市场上出租房的数量极度紧缺 我们在今年租房的过程中 听到租客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根本租不到房子 刚看上一个房子 市场上才几天还没有约看房子 就pending了 房主已经找到合适的租客签约了 我们自己的房子也是这样 在市场上list的几天 就都能找到非常合适的租客 还有很多外州的租客 他们看佛罗里达的房子 真是又宽敞又漂亮 价格比他们以前租的地方还低很多 根本不用看房就签约了 再次中佛罗里达40的房子 租金的上涨比去年同期 上涨了至少15%到20% 去年我们租1900的房子 今年租到2300 去年租2100的房子 今年涨到2400 就是涨了这么多 还是有很多的人感兴趣 很多人申请租房 房子很快也就被租出去 对房东来说 最短的空置率和最高的租金 也就意味着利益最大化 所以由于租约一般都是每年1000 租金的上涨是滞后于房价的上涨的 所以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我们会期待一个更高的上扬趋势 恭喜各位已经上车 或者即将上车的房东朋友们 好了 这期我们就说到这里 大家快快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